欢迎您来到巴林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企业经营理念和人生哲学的图书道圣和夫阿米巴经营实践 本书是作者探究经营本质 切种管理要害的代表作 作者是日本的经营之圣道圣和夫 第四章 用规则通过核算管理激发员工干进一一制定运 一追究本质的道圣会计学一提高使命感 防止差错在第三章里讲述了按职能确定组织的作用 再明确是核算部门还是非核算部门的基础上细分组织 让全体员工带着使命感投入工作 这样公司的职能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本章将要说明 在按职能细分了阿米巴之后 为了管理好各个阿米巴的核算所需要的运用规则及其制定方法 制定运用规则的最大目的是激发员工的干进 公司组织说到底是人的集合体 如果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核算的重要性 认真参与经营 组织所能发挥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加 为此 首先 必须及时公布各个阿米巴的实际 这是努力实践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的成果 如果今天拼命工作的结果 第二天就能知道 全体员工就会自然而然地关心实际数字 而且 如果他们能够感受到实际的数字 在一天天积累 就会产生目标达成的成就感和快乐感 所以 能够实时确认成果是很重要的 同时 实时提供的经营数字 是达成目标的技术器 它所起的作用 就像飞机驾驶舱里的仪表盘一样 因此 它必须是每天努力工作的全体员工 能够信任的 完美无缺的东西 在制定规则时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不能只强调达成目标的重要性 而让员工形成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 亦或是制定让特定的部门 获益的不公正 不公平的规则 还有 绝不能容忍数字作假和隐瞒数字 因此 只是按照会计常识或一般性理论 无法制定这样的运用规则 会计工作本来应该是怎样的 只有追究这个本质 才能提高每一位员工的使命感和能力 保护他们免于差错和过失 建立筋肉 坚实的企业体制 当有人质疑为什么是这样的规则时 必须准备好答案 基于每个人都能认同的原理原则给出答案 在本章中 首先 将依据道胜会计学来说明制定运用规则时 最重要的会计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 说明如何用数字来表示员工们 为实现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目标而努力取得的结果 说明为了激发员工的干劲 该用什么方法来统计收入和费用 并说明制定单位时间和算表所需的 时间的取数方法 接下来将介绍 以上述实际为基础制作的单位时间和算表 这是阿米巴经营中 最为重要的阅读经营数据资料 二 从实际经验中产生的会计七原则在导入阿米巴经营时 非常重要的是 这个组织的会计处理必须是光明正大 正确而迅速的 经营数据资料 对于经营者 阿米巴的领导人 阿米巴成员来说 必须真实完整地反映现在的经营状况 特别是在阿米巴经营中 每天都必须正确且迅速地进行会计处理 让大家随时都能正确把握 各个阿米巴的销售 生产 费用和时间等数据 而这种会计处理的基础性的思维方式 就是道胜会计学 在判断事物时 重要的是随时探究事物的本质 以作为人 和为正确这一判断基准进行判断 这在会计处理上也是一样 比如在经营 对设备进行折旧时 并不按照税法规定的法定使用年限 而是正确 估算出每台设备能够正常使用的时间 确定自主使用年限 以此为标准进行折旧 因为在税务上 还是要按照法定使用年限计算折旧 所以必须同时采用两种方式计算折旧 这可能会让人感觉比较繁琐 但是 如果追根溯源 探究为什么要折旧这个问题的本质 就会知道 用每台设备能够正常使用的年限来计算折旧 这样计入的费用才能反映经营的真实状况 重要的是 不以会计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惯例为基准简单的进行判断 而是要追究本质 回归经营的原理原则 下面 我们要对道胜会计学的七个原则 特别是对其中与阿米巴关系密切的要点进行解说 道胜会计学是道胜根据亲身体验而确立的会计学说 一 一一对应的原则 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 物品和钱款都在不停地流转 在会计处理中 必须要让物品和票据 钱款一一对应 我们称之为一一对应的原则 比如说 突然需要某个部件 由于非常紧急 所以直接下单而将票据处理推迟了 在这种情况下 部件购入了 使用了 但在会计上还未作为费用计入 这样的会计数字 就不能正确地反映经营的实际状态 经营者也就不能据此做出正确的经营判断 无论何时 都要贯彻一一对应的原则 物品发生了移动 就必须填写票据 这样的话 就随时都可以正确把握物品和钱款的流动状况 这样的会计数字 才能正确反映公司的实际状况 二 双重确认的原则人有时候会鬼使神差 犯低级错误 比如说 这个月的实际达不到预定计划 有些人就会忍不住篡改数字 这种事情可能发生 因为人有这种弱点 为了保护员工 就需要几个人或部门间相互确认 才能确保会计处理的正确性 这就是双重确认的原则 为此 经手物品及钱款的人要和填写单据的人分开来 从采购品的入库 产品的出货到应收账款的回收 在各个环节上建立双重确认的体制是很重要的 建立让所有的业务流程都彻底贯彻双重确认原则的经营体制 才能提高经营数字的可信度 同时 这也是为了避免员工犯错误 是爱护他们的表现 三 完美主义的原则 所谓完美主义的原则 就是不容许有丝毫的暧昧和妥协 每一个细节要努力追求完美 这是全体员工对待工作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 例如 对于销售或核算的目标 虽然没有100%完成 但完成了95% 所以也算不错了 这样的想法不可取 因为这么一来 如果95%就算不错的话 90%或80%不也可以吗 公司内部纪律就会松弛 全体员工都追求完美 直到最后都以顽强的意志投入工作 才可能完成计划 实践完美主义的原则非常困难 但是当我们在所有工作中始终追求完美时 就能孕育出卓越的产品和服务 这在会计处理时也一样 必须是100%正确的数字 以这种态度投入工作非常重要 4.筋肉坚实的原则 在企业经营中 购注无坠肉的 筋肉坚实的经营体质是很重要的 因此 对于不产生销售和利润的多余的库存和设备 一概不要 应该追求筋肉坚实的经营 例如 采购原材料或商品时 只在必要的时候购买必要的东西 而且只买需要的料 这就是按需购买的原则 只有遵守这一点 大家才能珍惜手头现有的东西 而且 由于没有多余的库存 也就不需要管理这些库存的费用 场地和时间 为了让业绩好看 有人会把卖不出去的产品作为库存记录 或者迟迟不处理 不良债权 这就不能说是实践了肌肉坚实的经营 对于库存和债权 要设定严格的运用规则加以管理 只要这样持续地努力 公司就能始终保持健全而坚固的经营体制 五 提高效益的原则 为了追求全体员工的幸福 为了给股票持有者带来回报 企业需要不断提高核算效益 强化财务管理体制 推动公司不断发展 在阿米巴经营中 为了提高核算效益 就要彻底实践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这一条原则 全体员工都持有经营者意识 锐意创新 团结一致 全力提高核算效益 这样就能建立强有力的企业体制 六 现金为本的经营原则 所谓现金为本的经营原则 就是依据现金的流动来经营企业 就这么简单 在现代会计制度中 是依据所谓发生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会计处理的 所以有时候 收款或付款的时间点和作为收入或费用入账的时间点会出现差异 因此 实际的资金流动和财务报表中的损益变化 这两者会脱节 这样经营者就难以搞清经营的时态 所以在经营中 要关注经营中最重要的现金 将实际发生的现金流动与利润直接挂钩 详细内容会在后面说明 公司内部会计处理和单位时间核算规则也要依据现金为本的经营原则 这是非常重要的 7.玻璃般透明的经营原则 所谓玻璃般透明的经营原则 就是说不仅仅经营者要把握公司的实际情况 而且全体员工都能了解公司经营状况 阿米巴经营追求的是全员参与的经营 全体员工都需要知道自己部门以及整个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方针 这一点至关重要 因为员工只有了解经营的实际状况 清楚自身前进的方向 才能产生参与经营的意识 在实际的阿米巴经营中 每天的晨会都会公布各个阿米巴到前一天为止的实际 各个事业部门和公司整体的阅读业绩也会按月公布 全体员工由此可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 正因为全体员工都知道自己部门的销售 费用和时间等详细内容 所以每天都能为提高核算效益采取具体行动 而且在贯彻前述的一一对应的原则和双重确认的原则的同时 忠实地执行玻璃般透明的经营原则就能提高士气 防止舞弊和丑闻的发生 建立强有力的经营体制 彻底贯彻上述七个会计原则 公司内的会计处理就能够做到光明正大 正确迅速 用这种会计处理方式计算出的实际就能正确反映各个部门的实际经营情况 这样就可以构筑坚如磐石的会计系统 这是阿米巴经营的基础 二 明确收入仪 计算阿米巴收入的三种形式和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如果能每天实时掌握工作的成果 员工就会关心这个成果 就会为获得更好的成果主动出谋划策 为此就必须建立机制 明确反映工作成果收入 如果现场的员工都知道今天工作一天 获得这么多的收入的话 就会有只要工作 就一定会获得相应的收入的这种感觉 就能习惯性地拥有核算意识 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再是一天天重复简单的作业 而是为追求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而钻研创新 不懈努力 为此 阿米巴的核算必须尽可能简单易懂 而且可以实时把握 如果是像财务报表那样复杂的东西 现场的员工们不会感兴趣 也就不会有主动性了 同时 用金额表示成果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 在生产现场 大多数情况下会以产品的数量或重量为单位进行管理 这样员工就产生不了核算意识 只要将产品的数量乘以单价 就能算出生产金额 再弄清楚为了达到这个生产金额需要多少费用 现场员工的核算意识就能得到提高 如果用金额来表示成果 那么产品降价导致的收入减少 成品率降低导致的原材料使用量的增加等 员工就会有切身感受 就能引发必须要做点什么的动机 如上所述 实时地用金额来计算收入 对于建立激发全体员工干净的核算管理机制 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 我们首先要解说订单生产方式和库存销售方式中收入的计算方法 在此基础上 对组织细分所必须的公司内部买卖及其升级版的公司内部协作报酬机制进行说明 订单生产方式 库存销售方式 公司内部买卖 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公司内部买卖的升级版 一 订单生产方式 所谓订单生产方式 指的是在从客户处拿到订单 按照订单规格生产和销售产品的商业模式中 设定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收入的机制 在订单生产方式中 生产的产品不能卖给第三方 每一款产品的价格都需要与客户交涉后确定 并要求在订单价格的范围内获取利润 为此 把订单金额等于销售金额等于生产金额都作为制造部门的收入 制造部门需要时常关注市场价格 彻底降低成本 以确保能在这个价格范围内获取足够的利润 假设现在销售单价下降了 这种市场动向的变化 会在客户寻价阶段和公司接单阶段直接传递给制造部门的各个阿米巴 制造部门的各个阿米巴就能事先觉察单价下降对于核算效益的影响 立刻采取改进生产方法等措施 以保证自己部门仍有足够的利润 具体来说 对于客户的寻价 一方面 制造部门的负责人依据定价及经营的原则 经过慎重讨论后报价 另一方面 销售部门把从制造部门获得的销售用金作为收入 以订单金额2000万日元 销售用金率10%为例 如表4-1所示 对于制造部门 对外出货部门来说 从客户处拿到的销售金额 生产金额2000万日元就是收入 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费用加上支付 给销售部门的用金200万日元2000万日元乘10% 就是总费用 对于销售部门来说 从制造部门拿到的200万日元用金就是自己的收入 在表下面表示的是 这个交易发生时的单位时间和算表 其详细内容会在后面另做详述 表4-1订单生产方式 一让销售部门也能盈利的用金率 采用用金方式 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可以一起追求销售最大化 那么销售用金率应该如何设定呢 用金率应该根据销售所花费的劳动力和成本 来决定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的收入该如何分配 虽说是制造部门对利润负责 但销售部门也要核算盈利 设定合适的用金率 才能调动销售部门的积极性 用金率可以按事业不同分别设定 但一旦设定后就不能轻易改变 当订单价格苛刻时 制造部门会提出希望降低用金率的要求 但随便降低用金率 就与制造部门关注市场价格 在此价格范围内 想方设法确保利润这一宗旨相违背 二正确反映接单实际订单生产方式的一个关键点是 如何正确反映接单实际 所谓接单实际 就是从客户处获得订单时确定的实际 虽然接单实际不直接影响收支 但基于以下理由 接单实际是极为重要的经营数字 接单实际显示销售活动的成果 接单实际和接单余额合计 是销售额的先行指标 接单实际是生产活动的起点 更进一步说 必须对接单本身做严密的定义 严格确定接单实际的计入方法 比如说 只有满足以下条件 才能作为接单实际入账 有订货单等凭证 有确定的数量和单价 有明确的交货日期和收货方 有明确的付款条件和运输条件 如果将口头承诺等不确定的信息 视为接单实际 就有可能产生不良库存 这时候就需要敦促销售部门 尽快将其转化为确凿的订单 另外 即便严格遵守订单计入的规则 偶尔也会发生数量或金额等订单内容的变更 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要迅速在核算表上变更接单实际 否则 作为先行指标来管理的接单余额就会不正确 其可信度就会降低 在订单生产方式中 不允许制造部门在没有接单余额的情况下 自行安排生产 这是为了让接单实际和生产实际一一对应 后面会详细讲解 作为收入而被认可的生产金额 必须始终与接单金额保持一致 话虽然这么说 但要严格执行这一条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 订单数量有1000个 考虑到成品率 在生产时 投入了1100个产品所需的原材料 结果生产出了1050个合格品 多出的50个不会作为收入被认可 这样核算效益就会降低 相反 如果只投入1010个产品所需的材料 结果生产出了960个合格品 就会导致缺货 如果因过度追求核算效益而导致缺货 给客户造成困扰 就可能失去客户 如果成品率或一次成品率不稳定 就不能如期交货 也不能维持一定的合算效益 在订单生产方式中 只有订单上的销售金额 生产金额才被认可为收入 所以 在准确估算成品率 或一次成品率的基础上 决定投入原材料的数量 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 制造部门往往会优先生产 容易制造的 或对核算效益贡献度 比较大的产品 而不按交货期的先后安排生产 虽然各个阿米巴的经营 是独立自主的 但对于可能会对客户 造成不良影响的生产安排 应当慎重 三亿公司导入阿米巴经营 及其改进效果 现在再看一看第三章中 所提到的亿公司的案例 亿公司是一家外包制造公司 该公司根据家电公司的询价 针对客户要求的产品规格 对每种产品 每次都单独报价 然后获取订单 再依据订单内容制造产品 向客户交货 在导入阿米巴经营后 公司的组织架构 键表4-2 A 计算收入一公司 销售一科 根据家电公司的询价要求 确定产品规格 要求装配仪系 提出制造报价 装配仪系和装配科的负责人 根据产品规格 计算工时和成本 并参照市场价格 提出给客户的报价 销售一科 拿到装配仪系的制造报价后 以此为基础 向家电公司报价 获得订单 订单要求供应 15万个单价 100日元的产品 销售一科 依据订单计入 1500万日元的 接单实际 100日元 乘15万个 销售一科 计入接单实际后 向装配仪系 发出生产指示 经过部件加工系 电镀系 冲压系 等各道工序 最终由装配仪系 完成生产和包装 这个时候 计入对外出货 实际1500万日元 向家电公司交货后 销售一科 计入1500万日元的销售 实际和150万日元的销售 用金1500万日元 乘10百分号 这一整个交易 用单位时间 核算表表示 销表4-3 另外 公司内部买卖 及单位时间 核算表 将在后面详述 必应对降价要求 在不断发生交易的过程中 订货方的家电公司 提出了降价要求 必须将单价 降低到95日元 销售一科 接到这个要求后 与装配仪系 探讨单价 95日元 是否可以盈利 表4-2 一公司组织 架构表4-3 收入计算 装配仪系 和前到工序的阿米巴 也就是部件加工系 共同商议 重固了生产全流程的成本 得出了预测 只要实施提高成品率 减少原材料费用 以及削减工时的对策 95日元的单价 是可以盈利的 由于装配仪系的出货金额 将会减少至 1425万日元 95日元 乘15万个 公司内部买卖价格 也要随着成本削减 而进行调整 就是这样 阿米巴能够针对市场价格的变化 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这以前 现场的员工 不会关注接单价格 不会自主采取行动 但是 导入阿米巴经营之后 员工能迅速应对客户的降价要求 员工这种意识和行动上的变化 就是公司向高收益 企业转变的起点 表4-4显示了 装配仪系在应对 降价要求后的单位时间 和算表的变化情况 表4-4应对降价要求 C不进行估量生产以前 异公司从家电公司拿到的订单的交货日期都很短 如果等拿到订单后再开始生产 就会赶不上交货日期 所以不见加工系就会经常性地进行估量生产 现在 家电公司遇到了经营困难 发给异公司的订单减少了 异公司出现了半成品的库存 在估量生产模式下 装配仪系接收了前倒工序部件加工系的半成品 滞留成了库存 但是导入阿米巴经营之后 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 这是因为在订单生产方式中 只认可依据订单生产的东西 以前异公司认为 为满足客户的要求 估量生产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满足交货日期的最好方法 他们被这种固定观念束缚了 在接单并不确凿的情况下先行生产 造成库存积压 会给经营带来莫大的风险 后来 一公司将拿到正式订单定为生产活动的起点 销售部门为 尽早拿到订单而全力以赴 同时制造部门也努力改进 缩短生产周期 满足短交货期要求 以此支持销售部门的工作 结果 一公司成功地提高了订单额和销售额 二 库存销售方式 在订单生产方式中 必须对每笔订单进行核算管理确保利润 而与此不同的是 自主生产产品 并卖给众多的用户 这就是库存销售方式 在这种商业模式中 自己要估算好产品定价和销量 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模式 因为这类产品如果接一单 生产一单的话 效率就很低 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变化 在阿米巴经营中 库存销售方式与订单生产方式采用不同的运行机制 库存销售方式需要进行估量生产 为此 需要预测销售部门卖给渠道商的预计价格 以及终端客户的购买价格和渠道商的市场价格 并考虑渠道商的利润等 从而最终确定实际交易价格 公司制定的销售价格等于预计销售价格 如表4-5所示 销售量也由销售部门基于周密的市场调查 确定销售计划 在此基础上 销售部门向制造部门下订单 并通过公司内部买卖从制造部门购买产品 表4-5预测的实际交易价格 我们以预计市场价格为3500日元 预计销售数量1万个的消费产品为例 来分析这个流程 销售部门预计产品的市场价格为3500日元 设定卖给批发商的预计销售价格为3000日元 在此基础上 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交涉后 将公司内部买卖价格定为1600日元 销售部门对制造部门发出了1600万日元 单价1600日元乘1万个的公司内部订单 制造部门准备物料进行生产 生产完成后 以公司内部订单价格将产品交付给了销售部门 制造部门进入1600万日元的收入 1600万日元的商品进入销售部门的库存 减去制造费用后 剩余的就是制造部门的结算收益 销售部门如果以当初的预计销售价格出货 就进入销售额3000万日元和内部采购成本1600万日元 再减去促销费等销售费用 剩下的差额就是销售部门的结算收益 如表4-6所示 表下方表示的是 这个交易发生时的单位时间核算表 核算表的内容将在后面详述 表4-6库存销售方式 依反映市场动向的公司内部买卖价格 在一般的制造业企业中 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之间 以产品制造的成本价格交割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制造部门根据过去的制造成本 会设定一个标准成本价格 制造部门作为一个成本中心开展生产活动 因此只有成本管理意识而没有核算意识 而且由于市场的变化没有直接传递至制造部门 如果市场价格发生意外变动 它也不会主动降低成本 但是在阿米巴经营的库存销售方式中 不是把制造所花的各种成本累加后决定一个成本买断价格 而是把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协商决定的以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公司内部买卖价格 作为制造部门的出货价格 就是说 在预测市场动向和销量的基础上 由销售部门向制造部门下订单 销售部门发出生产指示 制造部门根据这个指示进行生产 这样 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之间是下订单和接订单的关系 制造部门不是一个只追求成本的费用中心 而成了利润中心 除费用之外 制造部门的收入是以制造出货金额计算的公司内部销售额 它能为提高核算效益而努力 比如 产品市场价格下降时 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间的制造出货价格 公司内部销售价格也会通过交涉而下降 这样 制造部门的各个阿米巴为了防止利润下降 而自主地降低成本 为改善核算效益而努力 而且 制造部门生产活动的实际 可以通过生产数量和单价的成绩这一数据把握 生产现场人员每天会有实时获得收入的感受 各个阿米巴的员工每天都能实际感受到自己劳动成果收入的具体金额 因此就能迅速行动 提高核算效益 二 库存管理是销售部门的责任库存销售方式中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何把库存降到最低 以保持公司资产的健全性 一般而言 制造部门只要生产产品就能增加生产实际 所以存在一种危险 即制造部门只考虑短期核算效益 一味拼命生产 等意识到的时候 库存有可能堆积如山了 为防止这样的事态发生 在阿米巴经营中 销售部门下单给制造部门 制造部门生产的产品交付给销售部门后 库存就由销售部门负责了 在前面所讲的订单生产方式中 需要通过不断努力拿订单来创造利润 所以制造部门对利润负责 而在库存销售方式中 销售部门应对市场价格和销售量进行预测后 才能向制造部门下单 所以销售部门也要对利润负责 为了负起这个责任 销售部门就会努力将库存控制在最小范围 准确分析市场动向 尽可能正确地估计产品销售数量和市场价格 只对制造部门已合适的价格下必要数量的公司内部订单 所以销售数量和市场价格的预估如果不准确 所造成的库存报废或是资产减值的损失都要由销售部门承担 另外在单位时间核算表里 会对库存设定一个比市场利息更高的公司内部利息 作为销售部门的费用来征收 以便让销售部门更加明确库存的责任和负担 销售部门对库存负责并加以管理 就能让公司在确保库存最小的同时不断提高销售额 三房指销售费用膨胀 在向客户直销的订单生产方式中 销售费用不高 所以可以将销售用金律设定在低位 而在库存销售方式中 由于是通过经销商等渠道销售商品 不但库存风险高 而且需要广告宣传费用 还要向零售商和批发商等支付促销费用 因此与订单生产方式相比 销售费用要高得多 库存销售方式的预估销售价格和制造出货价格的差额 也就是毛利率 会被设定的比较高 这样设定后 销售部门即便多花一点费用 仍然可能获得较多的利润 这样就会导致招待费等费用的铺张浪费 所以要努力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在库存销售方式中 销售部门的费用有可能在不知不觉的增多 必须时刻有意识地注意费用最小化 不断努力防止浪费 三公司内部买卖 所谓公司内部买卖 是指把制造部门内各个阿米巴之间的物品交接都作为买卖来看待 这是明确各个阿米巴收入的机制 公司内部买卖机制建立后 即使是中间工序的阿米巴 也能按需要从别的阿米巴购入物品 并销售给下到工序的阿米巴 能够进行交易 像一个独立的企业那样开展经营活动 虽然这在操作上会增加一些负担 但却是以小组织为单位进行核算管理 实现全员参与经营的不可或缺的机制 下面用表来说明公司内部买卖的案例 鉴表4-7 比如订单金额1000万日元 A制造部门向B制造部门 以250万日元的内部买卖价格购买物品 销售用金率为10% 我们来看一下 A制造部门的收入是生产金额 公司对外出货额1000万日元 减去公司内部购买中 付给B制造部门的250万日元 生产总额就是750万日元 再减去本部门的制造费用和给销售部门的用金后的金额 就是A制造部门的收益 结算收益 B制造部门的收入是通过公司内部销售 从A制造部门处得到的250万日元 再减去本部门的制造费用 剩下的金额就是B制造部门的收益 另外 销售部门的收入是销售用金100万日元 减去销售费用 就是销售部门的收益 表4-7 公司内部买卖公司内部买卖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呢 是由各个阿米巴肠之间交涉决定的 理想的状态不是制定刻板的定价规则 而是各个阿米巴肠之间像经营者那样进行价格交涉 但是 当好几个阿米巴同时参与一笔生意 或者是外部客户要求大幅降价等情况下 上级阿米巴肠也要参与定价 以避免部门间的核算出现过大差异 另外 对于经常性订单或相似产品的订单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定好定价规则 让定价流程变得更为简单 像这样当事人之间交涉价格 是阿米巴肠体验经营者的感觉的重要过程之一 而且 正如第一账中所讲 只有践行哲学 阿米巴经营才能发挥功效 在公司内部买卖中 阿米巴肠不能只考虑对自己部门有利 只要自己好就行 而必须思考 怎么做才对整个事业部门有利 达到整体最佳 4.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公司内部买卖的升级版 所谓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是公司内部各部门明确各自收入的一种机制 也是公司内部买卖的一种形态 主要用在服务业中多个部门 共同参与为客户提供服务 计算销售额的商业模式中 一般而言 因为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所以如果要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品质 就需要一种机制 让员工产生出热情和干劲 况且 不是由单个 而是由多个部门发挥各自的作用 相互协作 共同为客户提供一项服务 举例而言 医疗服务就是如此 由医生和护士 要技师 技师等共同参与 相互配合 提供一项服务 而且 由于服务没有物品的移动 无法像一般的公司内部买卖一样 让物品的交接成为买卖 或者在各部门每次提供服务时 计算销售额 这些思路都不合适 为此 在导入公司内部协作报酬这个概念时 需要确定对所提供的服务 负有核算责任的事业责任部门 从客户那里得到的服务收入销售额 全部作为事业责任部门的收入 在此基础上 事业责任部门对个相关部门提供的服务 支付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公司内部协作报酬的单价 不是由各个部门成本的累加而定 而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根据各个部门发挥各自作用 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来设定 在统计销售额的同时 把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作为实际加以统计 各个部门就都能把握自己的收入 采用这种机制 就能让更多的服务部门的员工 具备核算意识 只要能进行核算管理 就能增强以此为基础的部门间的沟通和协作 员工就会自觉投入到提高效率和削减成本的工作中去 在服务行业 提供的服务越复杂 就越难把握各个服务部门的收支 导入公司内部协作报酬的机制 就能明确各种服务的报酬 这么一来 现场的员工就能切身感受到自己每天工作的价值 主动思考与其他部门协作的方法 从而提高干劲 提升服务的价值 进而提高核算效益 2.如何分配收入 医疗服务业的案例 接下来 我们通过医疗服务业的案例 来看一下如何应用公司内部协作报酬的机制 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 如图4-1显示 整形外科通过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得到了医疗收入1万点10万日元 日本的诊疗报酬制度中1点等于10日元 当然 整形外科提供的医疗服务 建立在病房部门 药剂科和放射科的协作之上 前面讲过 要引入公司内部协作报酬的机制 必须确定事业责任部门 日本医疗机构的主要收入是诊疗报酬 来源于医生的勤款 而且 X光拍片 药物处方 住院决定等影响核算的判断 也都是由医生做出的 所以 将医生所属的 能够控制整个服务核算的 整形外科设定为事业责任部门 是比较合适的 图4-1医疗服务领域的公司内部 协作报酬病房部门 要计科 放射科 根据整形外科医生的指示 各自提供医疗服务 这时候 院内协作报酬的担价 由医院根据厚生劳动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政府部门 规定的诊疗报酬制度的标准来定 在此基础之上 各个部门根据实际向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来获得收入 首先 患者支付的10万日元 全额作为诊疗报酬 寄入医生所在的整形外科的医疗收入科目 这10万日元中 包含了病房部门 药剂科和放射科的协作费 所以整形外科要向这些部门支付院内协作报酬 在这个案例中 病房部门 药剂科 放射科分别从整形外科得到了3万日元 3000日元 1万日元 成为各自的收入 整形外科从医疗收入的10万日元中 减去4.3万日元的院内协作报酬 剩下的5.7万元就是收入 另外 所有部门的收入合计是10万日元 与医疗收入金额一致 表4-8 利用这种机制 各部门都能实时计算收入 员工们因此切身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就能充满干劲 不断努力提高服务品质和核算效益 表4-8各部门的收入 比如 对于病房部门来说 床位的空置会导致收入的减少 所以它就会敦促整形外科 尽快让办完住院手续的患者入住 这不仅能促使医院整体增加收入 而且能让患者尽可能迅速地得到医疗服务 与此类似 药剂科会努力减少药品的库存 放射科会努力增加周边小规模医疗机构介绍的检查业务 协作报酬清晰以后 各部门就会自发性地提升效率和削减费用 三十件案例 日航导入的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日航在导入阿米巴经营时 也运用了公司内部协作报酬这一机制 旅客运输服务由多个部门提供的服务构成 比如 在机场内的登机卡发放 行李托运 登机引导等地勤服务 乘客登机后 空乘人员提供机内服务及飞行员提供从起飞到着陆的飞行服务 当然还有其他确保安全的整备 飞机维护保养等服务 就像第三章里所讲过的 日航导入阿米巴经营后 设置了航线统括本部这一新组织 航线统括本部 是采用公司内部协作报酬时的事业责任部门 作为提高每条航线的核算收益的组织 航线统括本部要制定航运计划并加以实施 需要得到航运本部 客舱本部 机场本部和整备本部的协助 航运本部 客舱本部 机场本部和整备本部 被定义为支持航线统括本部的事业支援部门 这样 日航构司的方案是 在事业责任部门及航线统括本部和四个事业支援部门之间分配收入图4-2 这种分配的主要特征如下 旅客收入旅客销售额被全额寄入事业责任部门的航线统括本部 同时飞机航运所必须的所有成本算到此部门 这两者的差额就是收益 作为事业支援部门的四个本部 将各自的人才和服务提供给航线统括本部 并从航线统括本部获得相应的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形成收入 公司内部协作报酬根据机型航班服务的不同进行了详细的设定 这样 事业支援部门的员工 因为收取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就会对收入产生实实在在的感觉 就会努力提高核算效益 想方设法 积极主动地践行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的原则 例如 如果机场本部的国内航班直击柜台在工作中发现 单价较高的高级作息有空位 从事直击手续的员工就会积极努力地劝说客户升仓 例如 整备本部会为消耗品打上标签 标明采购价格 积极努力地缩减费用 日航通过导入阿米巴经营 采用公司内部协作报酬的机制 就能对核算进行管理 提高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也提升了核算效益 图4-2日航导入的公司内部协作报酬 3 明确费用仪受益者负担的原则所谓费用 包括原材料费 外包费 电费 折旧费 修理费 间接部门费用等 是各个阿米巴在相应时间段内所花费的全部内容 在财务会计上被归类于制造成本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 详细内容会在后面说明 除劳务费以外的所有事业活动产生的费用都要记入 重要的是 要让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确实是自己应该负担的费用 如果员工没有这样的意识 就不会对核算数字负责 也会失去对阿米巴经营的兴趣 因此 间接部门不能随随便便地把费用分摊给各个阿米巴 在计入费用时 要在仔细了解现场员工心理的基础之上 决定费用负担的部门和方法 费用负担的原则是由使用这个费用获得了某种收益的部门来负担 需要基于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制定公平公正的规则 特别是 有多个受益部门的时候需要非常注意 这时需要遵循费用分摊按比例分配的原则 如果多个阿米巴共同使用一个设备 就要基于受益者负担的原则 在相关阿米巴之间进行协商 确定负担费用的部门和比例 二 做到让现场员工能够把握费用在实践费用最小化时 必须让现场的员工能够切身感觉到在什么事情上面花了多少费用 虽然不同的企业设立的费用科目不同 但在分析本公司费用结构的基础上 需要让现场员工明白应该重视控制哪些费用科目 制造部门可以按种类细分材料费 或是按品类细分外包费用 公共费用也不能只用一个水电煤气费概括 而是需要细分为电费、水费和煤气费等 销售部门可以设定规则细分交通费等 以便细致掌握费用 特别是关于固定费用的削减 要注意不可有变动费有削减余地 但固定费难以削减这种固有思维 费用最小化的对象不分变动费还是固定费 并不是固定费就不属于削减对象 而应该将其分解、进行细致的管理 彻底探究能否削减费用 按部门进行分摊的费用也是一样 不能采用划定一个基准 然后按比例分摊总额的粗办法 而是要使用能够得到大家理解的分摊方法 比如可以在每个阿米8都安装 可以测量本阿米8用电量的电表 如果是房屋租金 可以按照使用面积按比例的分摊 要让现场的员工切身感受到费用 主动思考这样太浪费了 要想办法改进一下 提高费用的使用效率 从而自发地削减费用 这就需要认真思考 仔细设定费用科目 三购入及费用 为了让现场员工做到费用最小化 必须及时向现场反馈自己部门使用了多少费用等信息 员工知道了费用信息 就会产生将费用限制在月度目标范围内的意识和意愿 在一般企业中 往往是一个月处理一次费用 如果这样的话 费用最小化就无法落实 关键是要每天实时处理费用 并将费用信息反馈给现场 如果每天都进行费用处理 就能迅速提高月度费用的统计速度 所以对于费用 需要按照本章一开始介绍的道胜会计学的重点 以现金为本的经营原则来进行处理 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是购入及费用 比如一般企业采购原材料时 并不立即将其计入费用 而是先计入库存 等到使用原材料时再计入费用 而在阿米巴经营中 在购入原材料时就立即计入费用 以购入及费用为基础 彻底执行即用即买 即只在必要的时候 购买必要数量的必要物品 这样才可能改善现金流 实现肌肉坚实的经营 通常 制作财务报表中的成本核算部分 过程很复杂 而且很费时间 现场员工也不容易理解 但是 基于购入及费用原则采购的材料和部件 按照采购价格及时被计入费用 现场的员工就能意识到这个材料 要花这么多钱 要爱惜 不要浪费 尽量减少采购 就像前面阐述过的那样 在阿米巴经营中 对库存征收的公司内部利息高于市场利息 同样 对于固定资产 应收账款 票会余额 也要征收公司内部利息 进入相关部门的费用 这样就能抑制 轻率的投资行为 促进应收账款的早日回收 和严格削减库存 以实现肌肉坚实的经营 4. 非核算部门的费用 应该如何分摊 非核算部门的费用 应该如何计算呢 前面讲过 组织可以分为 核算部门和非核算部门两大类 非核算部门的费用 由核算部门负担 其总额通过部内公共费等一次性分摊 非核算部门的费用合计为0 对于核算部门来说 从非核算部门分摊过来的费用 也和其他费用一样 都是费用最小化的对象 因此 核算部门可以要求 非核算部门削减费用 这样就能促进 非核算部门实现费用最小化 那么 应该以什么标准分摊费用呢 就是基于受益者负担的原则 各个核算部门采用 与受益部分相匹配的比率 进行分摊 当公司不断成长 有了多个分支机构 总公司里就会产生 统括全公司的间接部门 这个时候 不是把总公司间接部门的费用 直接分摊给各个分支机构 而是采用后面将要讲到的 以时间担价按时间收取费用的方式收取 在这样的机制中 核算部门就会增强削减时间的意识 而且 分摊的时间 担价的总额要尽量设定的 比总公司间接部门所产生的费用 总额高一些 当然 同样要求总公司间接部门 也要努力实现费用最小化 5. 异公司计算费用的案例 接下来 我们介绍异公司的案例 异公司基于购入及费用的思维方式 彻底贯彻了 急用急买的原则 在导入阿米巴经营前 异公司为了做到短期交货 会保有一定数量的原材料库存 由采购部门管理 如果库存减少到一定数量 采购部门就会下补货订单 现场人员对于领出后的原材料 虽然有成本的认识 但对于原材料库存几乎没有感觉 他们只是要求采购部门不要出现缺货 采购部门为了降低成本 进行批量采购 为了避免制造部门因缺货而投诉 采购原材料总是保持一定的余量 结果每年都有一定的原材料库存被报废处理 导入阿米巴经营后 在到货的时间点就将原材料费记入核算表 使用原材料的部件加工系基于生产计划 适时调配所需原材料 他们既掌握原材料的单价又决定采购数量 所以大家对于本月使用多少费用 都有了强烈的意识 以前是批量采购 但这么做的话 阅读核算就会恶化 现在遵照急用急买的原则 只在必要的时候购入必要的数量 结果原材料库存减少了一半 报废处理也没有了 同时库存管理费大减 现金不足的问题也有所消解 四、明确时间亦提高生产效率和核算 效益在阿米巴经营中 时间是经营指标之一 这个指标便于现场员工 掌握提高生产效率及核算效益的成果 导入时间这个概念 能够促进每位员工积极主动地 努力提高核算效益 而且 关注时间对领导人而言 在劳动管理上也有好处 因为时间是把握每位员工的工作内容 调整业务量 构建合理的劳务体制的一个指标 在经营中导入时间的概念 对于日本政府在推进的劳动改革 也有重大意义 时间是员工个人可以管理的对象 员工提高时间管理意识 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主动性 为提高核算效益做出贡献 在以全员参与经营为目标的阿米巴经营中 时间管理非常重要 在单位时间核算表中 计入的时间不仅包括阿米巴成员的劳动时间 正常劳动时间加加班时间 还包括其他阿米巴来支援的时间和非核算部门分摊过来的时间 不是只计算直接的工时 而是要计算所有的出勤时间 那么为什么在阿米巴经营中用时间管理代替劳务费管理呢 因为公开劳务费会带来以下问题 在小规模的阿米巴中 每个人的工资就被曝光了 因为人事政策和奖金支付引起劳务费大幅波动 会左右阿米巴的实际 过度关注劳务费 员工意识就难以集中到本来该做的事情上 在阿米巴经营中 会对全体员工公开各种各样的经营数字 玻璃般透明的原则 但如果公开劳务费 反而可能阻碍全体员工参与经营 2.如何计算时间 在计算劳动时间时 除正式员工之外 对于合同工 终点工和派遣员工怎么处理 也要进行探讨 在流动性较高的雇用形态下 对于外派员工 终点工最好不用时间 而用业务委托费或杂费 进行费用计算 如果是产生附加价值的主体 不管什么雇用形态 最好都用时间来计算 同时 在阿米巴经营中 为了进行核算管理 必须把计算劳动时间的对象时段 与计算收入的对象时段相统一 比如说 销售额等收入的实际管理对象 是每月一日到最后一日产生的总额 那么劳动时间的统计 也要在同一时段内 具体来说 以下项目如何计算时间 要确定好规则 正常工作时间 加班时间 迟到 早退 带薪休假 缺勤 休息日加班 调休出勤 管理岗位的时间管理方法 时间转移 计算时间的单位 间接部门的时间分摊 进入实际的对象时段 三 转移时间和分摊时间 当阿米巴的成员 去支援其他阿米巴的业务时 所花费的时间也要转移 这就是时间转移 在阿米巴经营中 需要确定时间转移的规则 比如说 为了支援迎来业务旺季的阿米巴 另一个处于业务淡季的阿米巴 临时派出赋予的人员 这个阿米巴有十个成员 但只要九个人就能正常完成业务 所以就把赋予的艺人派去支援其他阿米巴 这个时候 花在支援上的时间 要算到被支援的阿米巴的时间里 在实际工作中 需要制作时间转移的确认凭证 时间转移凭证 确立转移时间 进入之前的业务流程 从派出支援人员的阿米巴总时间中 减去支援时间 并将支援时间加入到 被支援的阿米巴的总时间中 确立了时间转移的规则 各个部门就能在认识到组织作用的同时 思考整体的最优化 就能超越部门局限 踊跃地开展相互支援的活动 当这种支援活动的时间跨度 长达数月时 就应该进行人事调动 而不是时间转移 另外 对于间接部门产生的时间 要和费用分摊一样 制定将其分摊到核算部门的规则 四亿公司如何进行时间计算和时间转移 接下来 我们介绍一下亿公司的时间计算和时间转移的案例 在一公司 对时间计算做了如下规定 正常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根据工作守则的规定执行 除了休息时间 余下的就是工作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为一天八小时 加班时间按分钟计算 迟到、早退、带薪休假、缺勤等时间 不属于时间计算的对象 对于从事管理岗位等 不属于加班管理对象的员工 不计算加班时间的实际 而是将其岗位津贴等换算成相应的加班时间 作为代替加班时间的数据 每个出勤日隔计入两小时 合同工和终点工也和正式员工一样 属于时间计入的对象 但仅限于忘记来上班的派遣员工 临时工则不属于时间计入的对象 其工费计入费用、杂费 虽然工资的计算以每月的20日为准 但从阿米巴经营的角度 以每月1日到最后1日作为计入时间的时段 非核算部门的时间分摊 以当月1日的部门配属人员数为基准 一公司的装配科下面 有从事大型产品装配的装配仪系 和从事小型产品装配的装配二系 随着公司对多面手的培养 出现了几名既能装配大型产品 也能装配小型产品的员工 有一个月 小型产品的订单增多 装配二系非常忙碌 而大型产品的订单较少 所以装配仪系的员工的工作时间有了富余 装配二系要及时交货 但人手不够 所以向装配仪系请求支援 装配二系得到了三名员工 支援了十天时间 每天工作时间为八小时 所以 接受支援的装配二系 要多计入240小时的支援时间 而提供支援的装配仪系 要减去240小时的支援时间 以前 异公司也实施过这样的支援活动 但是在阿米巴导入前 并没有明确把握情况 现在因为掌握了支援时间 这种部门之间的合作产生的现场 真实的生产效率和核算效益 就可以用数字表达出来 另外 时间转移的概念扎根以后 员工自主而且灵活地进行时间转移 结果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5. 制作单位时间核算表仪 像家庭记账本一样简单的核算表 为了实现全员参与经营 就需要核算表 让没有专业会计知识的员工 也能理解自己部门的经营状况 并对收支发生兴趣 单位时间核算表是一张收支计算表 能通俗易懂地说明现场员工追求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的结果 具有以下特征 如同家庭记账本般 结构简单 使用单位时间附加值这一指标 全公司的格式统一 单位时间核算表中最重要的指标是 单位时间附加值 即每小时创造的附加价值金额 这是计算出收入减去费用的结算收益后 再用结算收益除以员工工作的时间后 得出的结果 单位时间附加值与组织的大小 与销售额和生产金额无关 可以用来测算各个阿米巴的员工 通过努力所产生的附加价值的大小 即使在从事完全不同的事业内容的部门之间 也可以通过每小时附加值来表示数额 所以可以用于比较各个阿米巴的经营效率 使用单位时间附加值这一全公司共同的经营指标 能够创造出一个员工们为提高单位时间附加值而主动竞争的局面 每位员工都会对经营数字产生兴趣 这样就能实现全员参与的经营 2.单位时间和算表的格式单位时间 核算表分为制造部门单位时间核算表和销售部门单位时间 核算表两种如表4-9、4-10所示 这是因为在制造部门用的表中 关于制造成本的科目比较多 而在销售部门用的表中 关于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科目比较多 制造部门的单位时间核算表的收入栏中有以下项目 总出货额及出货金额的合计 这是公司对外出货和公司内部销售相加的结果 公司对外出货及向公司外部出货的金额 公司内部销售及公司内部买卖的出货金额 公司内部购买及公司内部买卖的购买金额 总生产额及总出货额减去公司内部购买后得出的实际生产金额 在销售部门的单位时间核算表中 如果是订单生产方式 就用销售额收取用金收益小计表示 如果是库存销售方式 就用销售额内部采购成本与制造部门发生的公司内部购买 及两者差额收益小计表示 表示收入的总收益是订单生产方式的收益小计 和库存销售方式的收益小计的合计 表示附加价值的结算收益由总收益减去费用合计得来 用结算收益除以总时间 得出的就是当月单位时间附加价值 六、实际管理和余额管理 在阿米巴经营中 对涉及将来实际的余额这一存量数字 要进行实时且正确的管理 余额是为了公司整体能够稳定经营的先行指标 是让现场员工便于实现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必不可缺的指标 例如 通过接单余额可以预先把握将来的生产时计 销售时计 入账时计 现金流入 通过下单余额可以预先把握将来的费用时计 付款时计 现金流出 在经营过程中 余额伴随实际的计入而发生 如果是销售 伴随着接单实际的是接单余额 如果是生产 伴随着生产实际的是库存 所以 要正确把握经营数字 不能仅仅知道实际数字 而是始终将实际和余额一一对应 在一般的财务管理中 几乎没有将实际与余额一一对应进行管理的做法 虽然有库存管理或应收账款管理的方法 但都没有与实际关联 没有作为经营的先行指标加以运用 着眼于实际和余额是阿米巴经营的特征之一 接下来 我们分别针对订单生产方式 库存销售方式公司内部买卖采购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说明 依订单生产方式中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 订单生产方式中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 请参考图4-3 首先 销售部门根据客户的询价提出报价后接到订单 进入接单实际 此时 作为余额的销售接单余额和制造接单余额就产生了 接着 制造部门调集材料进行生产 将完成的产品交给经营管理部门 这时就要计入生产实际 余额就发生了变化 制造接单余额要减去相应额度 而库存要增加相应额度 图4-3订单生产方式中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将产品交付给客户 这时就要计入销售实际 余额就发生了变化 销售接单余额和库存就要减去相应额度 而应收账款余额就要增加相应额度 之后就要向客户请求付款了 如果获款入账 就要计入入账实际 而应收账款余额就要减去相应的额度 如果是支票入账 票据余额就要增加相应额度 在最终兑现时支票变为现金 整个交易就结束了 只要严格地进行实际 余额的管理 接单实际和生产实际 销售实际和入账实际都会相等 就是说 在计入接单实际的时间点 就能够把握将来的生产 销售 甚至是入账金额 销售部门可以根据接单余额推测 将来的销售额 如果接单余额变少 就能抢在实际销售额减少之前采取措施 制造部门可以根据接单余额调整生产计划 让生产更有效率 在订单生产方式中 这就是支持企业创造高收益的支柱 二 库存销售方式中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 库存销售方式中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 请参考图4-4 首先是销售部门捕捉市场需求 与制造部门协商后将这种需求转化为商品 决定以后由销售部门向制造部门发出订单 经营管理部门受理后计入公司内部下单实际 销售下单余额和制造接单余额就会产生 接着制造部门进行生产 将完成的商品交付经营管理部门 这里就要计入生产实际 销售下单余额和制造接单余额这两个余额就会减少 而库存会增加 销售部门从客户处拿到订单后发出出货指示 这里就要计入接单实际 接单余额就会增加 经营管理部门将商品出货后 计入销售实际 接单余额就会减少 而应收账款余额就会增加 在这之后就和订单生产方式的流程一样了 图4至4库存销售方式中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 库存和图4-5 公司内部买卖中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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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考图4-5 需要从其他阿米巴购入部件的阿米巴称为委托部门 向生产部件的阿米巴称为被委托部门 询价并进行价格 交货日期 产品规格的谈判 订单内容确定后 进行下单处理时 进入接单实际和下单实际 于是接单余额和下单余额就产生了 被委托部门于是着手生产 部件生产完成后交付给经营管理部门 进入生产实际和采购实际 接单余额和下单余额减少 交易完成 4采购流程中 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前面说过 阿米巴经营中为了实现购入及费用 需要确立采购流程 在采购流程中 也要将实际和余额进行对应性的管理 请参考图4-6 委托部门委托采购部门采购后 采购部门选定供应商后发出订单 这个时候 进入下单实际 于是下单余额就产生了 图4-6采购流程中 实际和余额的对应关系 供应商交付产品后 经营管理部门收获 这时进入收获实际 而下单余额相应减少 与此相对应 未验收就增加了 收获后 委托部门对产品进行验收 验收完成后 进入验收实际 就被认可为公司的费用 在余额方面 为验收减少 应付账款余额增加 应付账款由财务部门支付后 进入支付实际 应付账款余额减少 交易完成 7.活用信息系统 在核算管理中 数字只有被应用才有意义 为了实时掌握正确的经营数字 如何活用信息系统 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 绝大多数企业 通常都会导入财务系统 和销售管理系统等多个信息系统 在导入阿米巴经营时 重要的是要验证 用哪个信息系统 怎样活用 才能获取单位时间 核算表中的各项数据 如果是与收入相关的数据 就可以活用销售管理系统 及生产管理系统 如果是与费用相关的数据 就可以活用财务系统 及采购系统 如果是与时间相关的数据 就可以活用考勤系统等 另外 对各个系统的数据输入的时间点 对统计数据所需的时间等 必须进行确认 迅速获得正确的经营数据 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 根据情况 有必要探索使用新的信息系统 阿米巴经营的核算管理机制 是一种追求会计本质的缜密的机制 适用于全公司和全部门 阿米巴经营的规则构建 和运用需要花费相应的成本和时间 但是 以全员参与经营为目标的 阿米巴经营所带来的效果 会远远超过这些管理成本 第四章 通过核算管理激发员工干净 制定运用规则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五章 全体员工靠自身意志创造核算收益